大家好,相信大部分的会员已经把上面的链接已经看完了 那大家有什么记赛里边的照片,有对哪一张有兴趣 希望来讨论一下的可以,现在我们可以拿出来讨论一下 如果大家还没准备好哪几张,那我先挑一两张 然后大家可以一边听一边选一些照片 我这里先选一张这张照片,我先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让大家看一下觉得有什么意见,可以怎么修改 那可以大家先说一下 大家觉得这张照片可以怎么修改呢 还有它好在哪里,问题在哪里可以 大家可以看一下,分析一下 首先呢,这样照片的背景配合的不错 然后人物主体的那个摆放的位置呢,也不错的 现在可以修改的地方呢,应该是 应该是背景的花的分配太均匀 上面是荷花,下面是香日葵 但是两片的花海的分布是50% 50%这样分 这样感觉看上去就会有点死板 那我们可以怎么裁呢 看看下边菊花,不是菊花 像日葵的那个下边右下角的地方有个空位 那我们可以把像日葵的面积裁小一点 然后留多一点核花,虚化的背景多一点 那这样主体就更能够突出 模特的配合动作也都不错 就是服装的话就有点好像有点不搭 这服装应该是学生服 比较年轻有活力的那种感觉 所以但是因为图片上的模特是两位阿姨 那就是年龄跟服装有点不太搭 所以如果说自己朋友出去玩 去拍照片当然没关系 穿什么都可以 但是拿出去比赛的话 就会觉得有点尴尬 本来颜色阿背景阿 模特的动作啊 摆放的位置都还不错的 是比较中规中矩的一个照片 但是因为模特的年龄跟服装有点不搭 看上去就会怪怪的 如果这两位阿姨穿的是旗袍的话 就会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好我们再看看下边我选了两张 大家先看一下 然后先把你自己内心的感觉 先自己在心里讨论一下 然后看看跟我说的有没有不一样的感觉 好大家看完上面这两张小朋友的照片 觉得怎么样呢 我是觉得这两张都很好 第一点好的地方是 把小朋友的俏皮 古灵精怪的表情抓得很准 很表达那个画面 表达那个情感 表达出来了 然后第二个好的地方 就是它的用光 它的用光不会死板 它是有一个斜度的角度的去 使用这个光线去表达这个主体 第三个好呢 就是环境的配合 环境的配合跟色调的配合 所以两张照片出来的效果都很好 所以这两张照片是很不错的照片 也没什么特别需要修改的地方 这两张已经是表达的很好的一张 一幅作品 对比那些我们评审 评那个三龙比赛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照片 就是模特是 无论是小朋友 还是大人 还是老人 就是作者很喜欢 把他们叫起来 然后排成一排 要不就对着镜头撒笑 要不就对着镜头哭 这种就是很造作 很假的那种感觉 就那种照片我就觉得没什么意义 但是像上面这两张照片呢 它是捕捉他们真实的情感 那种表达就很到位 所以就完全是不一样了 大家有找到希望讨论的照片吗 不是季赛的也可以 你可以拿自己的照片出来 让大家讨论一下也没关系的 那下边我再选几张照片 给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我们第四季的专题赛主题是 秋天叶子的小品 那什么是小品 我比赛之前那个要求已经写清楚了 就是不是拍大的风景照 而是拍表现秋天叶子的一种 小范围小东西的一个表现 所以叫小品 那上边这三张叶子都很贴提 那有好的地方也有可以修改的地方 我们先说一下第一张 第一张是枫叶在铁栏上 然后后边也有一些枫叶 但是它中间做了一层的效果 是那种近来比较流行做的一个 虚线的一个效果 但是这一张照片做了以后呢 反而整张照片灰了 主要的这个叶子的主体 反而被虚化了 就是反而做了这个效果 更会影响了整个画面的表达 所以我觉得像第一张的这个 处理方法 用什么方法去处理比较好呢 我觉得应该是 把主体的这一片叶子 是插在那个铁栏上边 然后后边是枫叶的作为背景 是可以用大观圈把它虚化 这样或者后期 把它把主要的叶子勾出来 然后后边虚化 或者做动感 也可以这样效果会比中间加了一层那个虚线 扭动的虚线那种 变了加了一层灰灰蒙蒙的东西会效果会比较好 然后第二张的 做出来的效果也不错 拍摄的方法也很好 就是要不就是两次曝光 要不就是PS出来都可以 但是这一张看上去有点像两次曝光 因为那个主要主体的叶子也被虚掉了 有可能是拍出来的 那我们不管做出来是拍出来 这种方法是好的 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是这个叶子 现在的这片作为主体的这个叶子 好像摆放的位置感觉有点死板 比较硬 直直的正正的放在那个旁边 它叶子放的位置是可以的 但是角度呢 我们如果把它45度角这样扭动一下 让它的叶子不要那么正 看上去就会更好一点舒服一点 现在就是硬硬的很死板 叶子是直直的 后边背景的拉 拉虚的线条也是直直的 所以没有一个变化 就会觉得会有死板 给人死板的感觉 后边拉虚的线条是直的 那我们的叶子应该有点歪歪的把这个直线给破掉 那这样 画面就会更好看一点 第三章的 效果就跟第二章差不多了 背景和叶子互相的配衬其实都很好 主要是也是叶子 现在是 也是太正 上面的叶子是直直的正 这一章的叶子是 横着的正 也是太正了 我们需要表现一点 不要太死板 尤其是这种秋天枫叶的很浪漫的那种气氛 要出来的话 就画面的表现不能太死板 那我们拍的时候 其实第三章的话 其实就把相机斜一点点 让那个叶子不要那么平淡 在水中其实就很好 也是角度 或者裁图的时候 把叶子裁成四十五度角的方向 去摆放在画面上 也会好很多 现在就是 其实气氛是有 但是就是叶子太正 觉得不够娇俏 那上面这一章我就很喜欢了 无论是 实和虚的互相配合 光线的来源和透明度 还有角度的使用都很好 那这一张照片看上去就很完美了 很有秋天的那种气氛和 很浪漫的气息在里边 秋天的阳光明媚 明媚 然后那个叶子 也不是很死板直直的放在那里 它是有它的很自然 很舒服的那种角度在那里 暗部的处理也不错 暗部和虚化的程度也互相配合的也很好 所以这张照片是相对来说就比较好的 那我希望大家也拿一些照片来讨论一下好吗 会大一点会更好一点 然后叶子的倾斜度应该像我上边转的 要不就像下一点点 要不就像上一点点这样 就是有一点斜度 这样会更好 Mirian这张的主体的那片叶子有点偏 左了 所以感觉右边和下边空位有点多 C东说的这个叶子和背景不配 这个倒是不是什么大问题 因为可以更加冷暖的对比 像我上边那个video说的那样 用冷调跟暖调的配称 用暗跟明的一个配称 把那个主体更突出 这是一个表现方法 所以我倒是不觉得这张 上面那张红叶跟背景不配 我倒是没这种感觉 我倒是觉得挺好看的 就是表现它那种固执的那种感觉 固执感 好丢零那种感觉 右上角的暗角是好的 因为你细看它右上角其实是没东西的 如果没东西的话 它不够暗的话 会把那个构图觉得那个空位有点多余 但是它把它按掉以后呢 就整个画面的那个注意点又回到了那个叶子 然后它整副作品最暗的地方就是最远处的暗部 它每一个暗部的分配都有 从前边有点偏暗 但是可以看到细节到周围 慢慢按到最远处最暗 有一个过渡而不是很死板的暗 所以它这个暗角是做得很好的 处理的很好的 佳佳这张照片的构图还算是勉强还算可以 就是觉得主体最完整的这一片红叶有点太边了 太靠右了 就是已经踩到它边边角上了 如果可以拿多一点点就更好 然后它的表现方法就有点太硬 本来秋天的阳光就很烈 所以拍出来的东西都会比较硬 那就是感觉像一个记录的一张照片 那种作者的一种私人的感情没有表达上去 这个表达的话就应该用不一样的那个摄影手法去表现 个人的感情 现在这张照片就是一个记录的一个表达 图上还是算可以 这张照片这张照片的处理方法是对的 但是你的暗部的使用有点过了 所以变成灰了 整个暗部是灰的 不是不是有变化的 而是平的 竹点的红是很漂亮 就是暗部的处理需要有一点变化 而不要让整个画面变灰了